DJI入门教学视频 什么是姿态模式 大乡无人机主要支持三种飞行模式 定位、运动、姿态 它们具体有什么不同 简单地说 定位模式能让你拥有安全稳定的飞行体验 运动模式则能给你带来更加刺激的速度之旅 那姿态模式呢 下面就告诉你答案 姿态模式是一种不使用GPS和视觉系统 只用气压剂等传感器保持飞行高度和飞机姿态的飞行模式 当飞行器进入姿态模式时 飞机的尾灯将黄灯慢闪 DJI Go App也会提示处于姿态模式 因为姿态模式只能够实现简单的飞行平衡 所以飞机容易受到锋利的影响 向四周飘移 需要手动控制来保持悬停 另外 由于没有GPS信号 姿态模式下的飞机将无法收集到位置速度等信息 因此 你将无法使用避障和自动返航功能 这将大大增加操控难度 因此 当飞行器被迫进入姿态模式时 建议你应尽快在安全地点降落 如果飞机的GPS信号不足 而且飞行环境不满足视觉系统的工作条件 例如在高楼密集区域 桥底 森林或室内 飞行器会进入姿态模式 还有一种情况是 当指南针受到干扰时 例如在钢铁建筑物 地下停车场 高压线 通讯基站等附近 飞机也会自动切换至姿态模式 为保障你的飞行安全 我们建议你选择开阔 无干扰的飞行场地 除了以上两个情况外 你还可以通过遥控器控制飞机 进入ATTI模式 你可能会好奇 姿态模式这么不稳定 为什么还要用呢 这是因为 在专业级的航拍创作中 飞手为了拍摄出更流畅的画面 会使用姿态模式 来避免在GPS模式下 飞行器自动反向刹车 导致画面突然停顿的现象 另一方面 专业飞行训练也会使用姿态模式 帮助飞手快速掌握无人机的控制技巧 如果你想要训练姿态模式架的飞行操作 建议你使用可以手动切换姿态模式的飞行器 并且在GPS信号充足 空旷且无干扰的室外环境下 使用P档起飞 以姿态模式下的对位悬停为例 一 正对飞行器尾部将飞机飞至三米远 大约跟视线平齐的位置 二 手动切换遥控器的档位开关 在A档和P档间不断进行切换 直到你熟悉飞机的飘移速度 三 然后练习姿态模式下的手动悬停操作 当飞机飘移时 请向相反方向轻柔打杆 让飞机接近起始点 再给原方向一点杆量 让飞机定点悬停 熟悉对位悬停的操作后 你可以接着学习侧方对头悬停的训练 更多内容还有直线 爬升俯冲 举行 刷锅 圆航线 画八字等飞行航线的操控 当您遇到任何疑问 都可以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